听了张律师的分析 刘女士若有所思 相信身为母亲的她 能够切身领会张律师的建议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事情发展到现在 表面看上去刘女士的责任更大 实际更深层的问题 却是出在魏先生身上 我现在要问一下魏先生一个问题 你安排你儿子的底线是什么 就是跟我在一起 他管不管他 对不对他好 对不对他好 你只要不上海他就行了 这个底线就是他必须要跟你在一起 对 对你而言 很有可能 对于一个女人的情感 和对你儿子的情感 它是一个翘翘板 对 什么时候哪一边你搞定了 哪一边重量就消失 所以现在其实你慢慢地发现 这个翘翘板 从他的情感分量越来越轻的时候 儿子的情感就才得以恢复 在以前的话 你为了靠近他 你把儿子那一块 是可以放在那里不管 所以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你选择很难 是因为你的选择的基础 不是你内心的原则 而是当前的利益 我非常赞成福老师说的 这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提醒卫先生就是你现在到了这个年龄 你要开始梳理一下你心里面的原则 然后以后你去做什么决定 跟着原则走 而不是只看当下这些利益或者利害关系 这样别人才敢信任你 所以说刘女士今天要做决定 他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迟疑的点 就是这个男人我究竟该信任他哪一点 信任多久 并不是说他认为永远都无法接纳孩子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他跟你的感情他一直非常被动 而且在很多你的小动作和言行里面 他看到了你缺乏揍人的原则 所以他很难静下心来 坚定跟着你坚定地依靠你 我认为这是要害 这么多年以来你在处理情感的方面 你失去了你在他心中的信用 所以连带着他才会犹豫不解 然后把其他的事情给拉进来 因为他觉得只有把所有的事情拉进来 他才能够全面地看动你 调解员胡建云的点评 切中双方问题的要害 这些年来 正是魏先生没有原则的处事方式 才让刘女士对魏先生信心见识 对未来犹豫不决 听了老师们的建议 双方会有哪些触动和收获 廖阿姨和武运分别带着双方来到了密室 一落座 刘女士就告诉廖阿姨 尽管她也想尝试着接纳魏先生的孩子 但是却有着诸多的顾虑 我觉得会对任何一个人好 但是就是怕别人不会那样子想 我对你我觉得有时候没什么 但别人有时候就是觉得你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你故意对着对他 为什么我坚持 当然留在家里 不待在我身边 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说我有多 不好 对 多排斥他 刘女士坦言 她现在最大的担心 是魏先生孩子的到来 会影响到他和魏先生的感情 针对这个顾虑 廖阿姨告诉刘女士 要将心比心的考虑问题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既然他愿意为你付出 而且是那么的珍惜 爱护你 当然不单的是说 他投资多少钱在你 替你做生意 我觉得他是很努力的一个男人 他为了让你放心安心 他也愿意把家庭的经济大权交付于你 他以免你有不安全感 这样的男人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假如说你接了他前面的那个孩子 我觉得你就把他当出自己最亲的亲人 一切问题明认而见 因为我相信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愿意听老师们的建议 制作去调整自己 做一个善良的 包容的 扩达的母亲 去接纳 我们身边所有的一切 此时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武运 正在跟魏先生做着沟通 魏先生告诉武运 在孩子上学仪式上 他是做出了让步的 我的要求就是 明年也在外面读书 孩子是明年读书吗 不是 现在已经在读书了 这样把他转过来 本来我几年都要转过来的 确实这个状况 我没办法 别的我也送回去 我能领解 9月1号送回 你是在一次一次还是在退让 你希望能够得到他 发自内心的认可 而不是表面上的敷衍 对对 好 我会把你文件转达给他 他选择去过流 你都要 你都要告诉他 我在你身边 我会保护你 我不会伤害你 你明白我的概念吗 原本密室调解进展的还算顺利 刘女士表示 愿意把魏先生的儿子 接过来共同生活 没想到就在大家聚在一起 商量大儿子来广州的具体日期时 魏先生有些沉不住气了 孩子问题达成一致后 刘女士主动提出 回去后会跟魏先生一起努力 共同面对自己的父母 就在调解即将结束之际 廖阿姨再次带着双方来到密室 特地对魏先生进行了一番叮嘱 你要多给他一些精神上的这种支持 你要多给他一点关心 他说他现在愿意做个小女人 做个温顺的小女人 因为我也是母亲了 给他去加安慰 来告诉他 老婆谢谢你 经过廖阿姨的点拨 魏先生总算开了窍 他握着刘女士的手 说起了悄悄话 看到两个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廖阿姨算放心了 走出密室 他们对于未来会有怎样的安排呢 我们的调解现场 来看看现在两位有什么想法 好 刘女士笑了 刚刚听到廖阿姨 还有各位老师说的一些话 想到他也付出了很多 我愿意做出调整 我愿意就是和他一起努力 调整自己的心态 去迎接孩子 迎接两个孩子 魏先生 听了各位老师 今天晚上辛苦养姐之后 我心里自己也想了一下 如果刘华愿意接受我以前的孩子的话 我愿意对他改变 对他好味 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幸福 中的幸福吧 变得他离不开我吧 我希望看到他表现 真正地去 大家一起去努力解决一切生活中的 不管是工作上的 事业上 生活上的 未来因为还很长 对 有的时候结果很重要 但是过程不可以省略 好不好 有了过程的努力 可能这个结果自然而然就到来了 这个是需要你们共同去努力的 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着这个结果 他就到来 调解的最后 刘女士的语气很温柔 笑容很轻松 魏先生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其实这段感情看似是关于孩子的战争 实际上是彼此了解不够 不够信任的结果 如果刘女士始终相信 跟魏先生在一起会幸福 就应该接纳和包容她的过去 如果魏先生了解刘女士的个性 就应该给她加倍的爱和耐心 消除她的顾虑和担忧 彼此相爱就该敞开心扉 全情投入 也唯有这样才能够跨越 情感道路上的任何阻碍 收获一份满满的幸福